好,在这段中呢,我们要介绍的是 你要如何计算你的年支 计算年支呢,基本上有两个函数会用到 第一个函数是我们看到这个 YEARFRAC 开始的日期,就是你现在它的倒值日 Today是系统今天的日期,有没有 系统今天的日期 然后到点3 这3的意思呢,就是代表干嘛 忽略空白跟错误值 把空白跟错误值把它忽略掉 然后好了以后呢 按下来,它会出现10.96 什么意思呢 一年当作一 那这个日期大概在10.96 接近11年的年支 这样子 那这样算下结果呢,就会干嘛 你会算每一个人的年支,大概有几年 有几年 那 这里面会有一点点的变化在哪里 基本上你看,1981年民国73年 进公司 到现在还在公司里面 所以38年 这个更恐怖 这个民国66年就进公司了 到现在已经待了45年了 快要46年了 所以这个 基本上来讲呢 这只是一个什么 帮你算年支的 那它因为它采用的都是干嘛 实境制 把一年当成实位 一 来看的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单纯的 用这个 DAT DIF 这个函数 一样 V2 到时日 跟系统日期里面 有没有 相减 减完以后我只抓什么 年的部分 年的部分 所以这边就出现什么 10年 我要逗典 19年 14年 它没有 所谓的 小数位数 它都 只有整数位数 整数位数 你不要想说干嘛 老师我要加2点 没有用 2点还是10 因为它是 算整数的部分 它没有小数的部分 所以万一加你要整数部分 就用什么 DAT DIF 假设你要有小数部分的年支 就用YEAR FRAC 这个函数 那这两个都可以 都可以 然后再来 第三个 这里 这里是一个比较特别 就是什么 你要抓 几年 几个月 几天 有没有 那这里面 第一个我们还是跟刚刚一样 算出年 然后AND 这个年要自己加单位 所以前后要加什么 AND符号 连接符号 然后文字要前后加双括号 然后第2个参数 我们一样 相减后 我要抓什么 YN YN就是什么 差距的月数 差距 跟系统日期 到值日跟系统日期 两个里面 差距的月数 差距多少个月 然后后面这个ND就代表 差距的天数 差距的天数 所以 这时候就跟你讲 他们差距干嘛 10年 11个月 又10天 要看你系统日期 现在是几月几号 28号 有没有 特别注意到 它还差10天 就满了 满了 所以这个地方看 怎么去判别 怎么去判别 一样都是点两下 就算出来 差的差距的 19年9个月又27天 直接帮你算完 直接帮你算完 那这个一样可以算什么 算年龄 一样可以算你 你这边看吗 你的年龄是几岁 这样子都可以算 然后在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